那昨天晚上得到一个噩耗 4月份的最后一天得到一个噩耗 公司通知5月份开始按照最低生活费发放工资 那我不知道上海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情况啊 因为我也非常理解因为公司没有收入 那4月份停了一个月 然后实际上3月份公司的业务就基本上要处于半暂停状态了 一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上班 然后也不能离开上海 出差都暂停了 基本上业务刑也在停掉 那5月份什么时候复工也不知道 那基本上业务基本上哪怕5月份复工 那5月份的业务刑基本上也是基本完蛋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也非常理解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个噩耗了 因为毕竟还有车贷有房贷嘛 要还还有小孩要培养 那我不知道上海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 在4月份3、4月份失业或者是拿最低收入的 降薪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房贷车贷怎么还 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特别年纪轻的 可能都是月光族 对吧 夫妻一失业可能就就陷入比较难的境界了 可能要我父母借钱啊什么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不是公开出面了 呃 你单单如果只是延迟贷款的话 我觉得作用在对我们现在的阶段来说作用不是很大 说实话作用不是很大 因为你要还一般上海一百万两百万贷款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吧基础贷款一百万两百万比较多的 那基本上每个月按百分之五一年的话也要 本金加利息也要还到一万多块钱吧 一万多块钱 两百万就要将近两万了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那是不是国家考虑可以给 呃利息可以免掉一部分 对吧 我们不能说免本金吧 这个不现实的 那利息是不是可以免掉一部分 去年银行的财务报表那么好看 几百亿几百亿的赚 一天日落斗金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考虑一下老小老百姓的情况 小老百姓没有钱 你企业怎么能够 消费怎么能起来 消费不起来企业怎么能好 对吧 到处现在到处都是法派房什么的 这个数量比去年暴增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这种情况下 嗯 我觉得是不是国家考虑一下这方面给小老百姓一些支持呢